接着下来就是第三场 四班千二的短途赛 状态fit的马友四匹马友三只大拇指的状态 配备变动一 这只轻途纷纷诺斑 初次扎利 四号这只颜色王子也是初出 初次戴鼻枯 初戴交叉鼻枯 和初次是绑利的 再数到十一 电子兄弟 随面枯 初戴眼罩 扎利就照顾了 十二号的轻功精神 除了头罩 扎利是照顾的 好了先看这只轻途纷纷 有交叉鼻枯这些配件 好像有时扎着 好像觉得 我想都有人抠过一下 看看诺斑是不是会不同 这只龙藤飞长 早上勒必都会比较急劲一点的马 如果不是这些马 之前常常顶到安都会有点松松的 但是这些新型的马 一档 你要小心 好 接着再看一只赢多多 其实它维持很好水准的 不过想不到 千二又不行 缩一千又差点 那都要转 想办法转利地 看看这些初出马 有没有能力倒乱大局 颜色王子 另外 就在最后三位置 是超速来的 超速 事源这个大闸 都能够去 再弹多个 小的泥地闸 星期六早 出门就慢了一点 就是那个小的泥地闸 颜色王子就放在前面走 它是有点点 喜欢岳高的头 所以伟达就已经下了鼻枯给他 他不是很乱龙的马来的 因为他已经四岁了 来了香港一段时间的了 好 今天过往有些伤患 又回过去重发 有点缺货来的 但是做回来 那他都 哎呀 贵中 你数 有什么马特别 那你是伟达那些新马 他又肯博肯跑 那就要留意了 是啊 这一对方家拍的马 在那边就 果然有 近几天天天靓 昨天都跑了 这次又正选 果然有呢 拍落都是 不果不失的 近仗水准 可能天天靓本身都不想跑 那场马结哥 那么大后被捕了出来 大大 我觉得一只马落场跑 是有点失望的 不知为什么 那现在真是希望莫雷拉搬顿 再来就多姿多财 今年这一只马特表现 都有一些 他不是很聪明 但是比预期之中更加弱 谷措都不行 所以都过来跑一下 你是不是 純粹减分 好像每一只都 说真的 真的彈多个赛 就是 好像不够信心 你竞得手 可以赢了 可以一滴都没有 操他正常的 那你怎么知道他喘不喘 是的 那么这一对马 就有弹泥杂了 苗麗得 埋便就多多保企 天竺猫 就起步踪一踪的 这个势泥地杂 常加进事 走顺番 他就跳赢了埋便那一只 不过我觉得他未够成熟的 好跟着看看这支 天佑雲 我觉得这个马特仍有得上 黏了他OK了 上次这样 你不打五藏也好 什么都好 他开始好了 小焦岳头 他的跑姿还可以再改善 但是他是好 古人生确实有进步 好了再来一组试集 看一只传众 放头 守住第三就是电子兄弟 电子兄弟 这只马在神操都有些性格的 这些马 他有眼罩和没有眼罩的分别都挺大的 之前见过他单条 没戴眼罩 踩都不愿 推都不愿 但是试这些泥地杂 他就轻松可以咬到那些 三四位 二三位之间 起码你看到下了一些配备 给他 对于他来说 有点刺激 不是说那么黏 那他过往都是喜欢新条 你出来拼 都已经拼了 由他出彩都是这样 这些情况 他习惯了 都没办法 但是他 有时有些马 为什么要有些配备去转 为什么这些马要戴面裤 戴眼罩 其实应该有很多原因 看起来这只 清工精神 那些字架马 不断不断的减分 那样子 没有大问题 那些收身模式 是有水准的 不过落场 完全都不行 事事夺彩 又是这些十重场地 叫做安全 顺着走 那就OK了 我又不觉得他在形态上 有什么很大的转变 再来就梦幻人生 另一只后备马 他转走了 之前是文家梁 现在去了锤鱼石那里 暂时 神租都是平淡一点 回到来第3场 就四班千二米 这一组在这个状态角度 真是 每个都找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赚得下 这一组四只马初跑来地 兴徒纷 赢多多 果然有 电子兄弟 其中呢 我想电子兄弟 是 小小 小小的 可以憧憬一下的地方 始终都是年轻一点的马 还有我觉得他 给了眼罩 好像对于他来说 就集中了一点的 没有那么懒散 希望都可以前列到四重彩 那样 没有马选之下 我想八号 敬德手 这些始终都是 泥地 四轮的马 就是在这个路程 那当然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跑得到水 但是要杀了 就是这些敬德手 因为龙藤飞翔 他不是不好 但是他排内 对于这样的 报复的马 你会怕他有些困塞 有些塞泥打过来 他未必肯走 所以如果太热 这只二要小心一点 其实二号马 是一只 龙藤飞翔 你可以看回他 再对上一些 跳 其实 到最后跳的那些 我觉得没意思 那些 到最后跳了 二十五 差不多 那些时间跳一段 还要这样烂地 因为这只马本身 是急口底 急的嘛 经常咬着他 你再看回他上一货 他做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看他起步 对面直路在那里走 他说是很行的 然后我想一下 你回到来就确定了 但是回到来 他依然好像是 维持到那个速度 一直去到尾 那他用脚都开始对了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康所说 究竟他出门的时候 如果被人找得很紧要 他不是一只灵活的马 他走三回比较好一点 那就看看转弯 如果咬得到前转弯 挨到出去不要被人压死 那他可能会好 其他的马呢 就是我觉得 帖友运是应该有一只 还有期望的马来的 那如果你没有什么 实际的战绩 去找来支持的 我想你就会说 泥习都可以的 泥习可以不是代表 一定跑都可以的 因为始终泥习的情况 是有点不同 不过没有理据 就强行找一些理据 去支持一下 但是我觉得 这只马阴了之后呢 他的跑支动作 的确实是有些改变的 那么其他就 临场再看 颜色王子都要留意的 因为没有马 第三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 那么香港现在是大族 今季的成绩很厉害 数数给大家听 赢过马 有追风企足 铭记之心 进益善 多多保企 金庄灵 至胜时机 木火同名 战红3000 黄龙福将 风雷电 和退组役的仗耀 赢马超过10匹 真厉害 这些马来到香港 短短几贵 但冒起得相当快 为什么呢 大部分的指字 早熟 跑短途赛 好速度 泥地赛 好敌都会跑 还有跑到近期 有些马 跑到中距离赛 都赢到马 真是犯数都几多 至于颜色王子的母是 Pins的女儿 上阵就没上名 母线家族的近代成员 虽然短途马比较多 但实际上有些 跑到1600米2000米 都赢到马 又是犯数都几多 而这个母系家族里面 曾经上过 一级赛 二级赛的马 跑到上这些级赛的马 都不少 所以看了 一把颜色王子 看起来 性能有可能 挨向短途 但未必 跑下去 可能中距离赛 或者长路程的赛事 他一样适合跑都不定 颜色王子来香港以前 反映澳洲 曾经参加过一次试集 在瘟义马场试 当时他跑第1 试一次就赢了 和他一起试集的第2第3名马 原来 在当地都赢过马 伟达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初出即勝马 只有一匹 那匹是当家精神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他暂时没有初出即勝马 但初出上到名的马 有一匹 那匹就是洛家福 做了 运动 中文字幕